第3251张福印显威 等一百多个铁甲军士一进入陷阱的范围当中 陆明豪不犹豫动手了 双手掐动印绝 顿时 一个角落 有十三面正齐浮现而出 正齐浮现 光芒大盛 一道道符纹交织 形成一道道光剑 啾啾啾 光剑飞了出去 速度快到惊人的地步 扑哧扑哧 绝光四箭 顿时 就有五个铁甲军士 被削掉了头颅 陨落当场 脚心 一位偏江大吼 所有铁甲军士 在身体周围 布下了一道道防御 但是 陆明双手不断掐动印绝 四面八方 不断有阵盘 阵齐浮现而出 这些阵盘 阵齐 构建出各种不同的阵法 有困敌的 如一条条锁链飞舞而出 将很多铁甲军士缠绕住 有迷惑人的 形成各种虚幻的攻击 结合那些真实的攻击 蓄实相见 防不胜防 一道道惨叫响起 一个个铁甲军士 被斩杀 陨落于此 但凡是神王七虫以下的 几乎难以抵挡这些阵齐 阵法的攻击 只有神王七虫以上的 才能挡住 可恶的砸碎 几个偏僵入后 实力非常惊人 都有神王巅峰的修为 他们挥手之间 能迸发出无上威力 震的矿洞不断的震动 这个矿洞非常诡异 无比的坚硬 要是放在方面 神王巅峰的强者全力出手 甚至能破灭一个星球 但是在这个矿洞中 却只能引起矿洞的震动 他们挥手之间 破灭了震齐 震盘的攻击 那些神王七虫以上的 铁甲军士也是 挡住了四面八方的攻击 雕虫小记 给我灭 一位偏僵冷喝 手指连弹 一道道可怕的指径飞出 向着那些震齐 震盘轰去 一道道震齐 震盘炸裂开来 给你们尝尝这个 露民手里抓着一大把符印 一股脑的扔了出去 这些符印 全部都是九幽雷霆符印 威力非常强 轰轰轰 一大把九幽雷霆符印炸裂 化为滚滚漆黑的雷霆 劈向所有的铁甲军士 顿时 一些神王七虫进的铁甲军士 身体被炸出一个个大坑 遭到重创 唯有神王八虫以上的 才能挡住 饺子 找到你了 给我死 一个偏江怒鹤 向着露民杀去 露民扔符印的时候 被发现了 这个偏江一冲出 其他的高手也跟着冲出 但是 露民脸色非常平静 他刚才扔符印 是自动暴露的 暴 暴 等这些强者冲出一段距离的时候 露民轻语一声 然后几道轰鸣响起 矿洞两边 有两滩烂泥 上面都有浮印悬浮 那些黑云军的强者 之前根本没有发现 浮印爆炸 烂泥四箭 每一滴烂泥 都散发出恐怖的杀击 比子弹还要恐怖无数倍 黑云军的强者 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就被射成了筛子 几个偏江也是如此 而露民之前选好了地理位置 是个死角 自然无惧 黑云军的强者嘶吼 身体在快速的腐蚀 一些胸围稍弱的 几个呼吸就死了 只有三个偏江 还在奋力抵抗 想要退出去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露民冷漠开口 冲了出来 长腔如虹 向着几个偏江轰了过去 小子 狗砸碎 和你拼了 三个偏江怒吼 向着露民扑杀而去 但是 他们遭到重创 那种烂泥 夹带可怕的杀鸡 在不断腐蚀他们的身体 吞噬他们的生机 他们的实力抱减 根本发挥不出多少实力 碰 长腔镇压而下 一个偏江直接被打爆 陨落当场 然后长腔横扫 另外两个偏江也惨死 又是三个神王巅峰的强者陨落 无比憋屈的死去 这等人物放在九绝天王府 那都是大事家家主级的人物 一方霸主 可现在被露民如宰羊一般吐露 三个偏江一死 进来这里的一百多个黑御军 全军覆没 露民身形闪动 将所有黑云军的储物戒指 都收了起来 然后寻思起来 对方多半还会派出强者进来 神王巅峰的强者还好说 要是派出神军进的强者 就麻烦了 这种烂泥的威力好恐怖 若是能妥善的利用起来 就好了 露民的目光 又看向那几摊烂泥 刚才虽然被浮印炸了几下 但只是砸掉一脚而已 还有很多残留 若是将这些烂泥附在神器上面 那神器直接就可以成为大杀器啊 讲到这里 露民拿出一把战舰 操控战舰向着一摊烂泥飞了过去 然后飞入烂之中 想要粘一些烂泥在剑身上 但是 当战舰飞入烂泥之后 神器就像是冰雪遇到了火焰 居然变软起来 几个呼吸 就化为了一滩铁水 这么恐怖 露民皱眉 这把战舰 是他从一个偏僵的储物戒指中拿出来的 可是九阶级品神器 给巅峰神王使用的 但是 直接融化了 露民一阵心痛 这给球球吃该多好 就这么没了 小子 这几摊烂泥 绝对是可怕的强者死后所化 蕴含了那些强者死前可怕的杀鸡 每一点烂泥中 都蕴含恐怖的力量 一般的神器 根本承受不住 古魔解释道 怎么办 对了 紫童同观 露民忽然想到了紫童同观 紫童同观来头无法想象 神秘无比 紫童同观的材质 更是无法揣测 反正露民不管用什么手段 也无法在紫童同观上面留下一条痕迹 就算是球球 想要咬紫童同观 也只能崩坏牙齿 以紫童同观的材质 肯定能抵挡这种烂泥巴 吃一下 现在是生死关头 露民懒得去管那么多 直接从金与话卷中 将紫童同观拿出了出来 露民抓住了紫童同观的异端 紫童同观沉重无比 露民以前刚得到的时候 根本抱不动 但是现在 露民力量比以前不知道暴涨了多少倍 露民起紫童同观 已经没有丝毫问题了 露民抓着紫童同观的一端 另外一段 放到烂泥堆之中 直接将大半截紫童同观淹没 第3252章大杀器 过了一会 露民将紫童同观拿出来 发现紫童同观上面已经沾满了烂泥 但是紫童同观 一点事都没有 没事 哈哈 果然没事 露民大喜 紫童同观上面沾满了烂泥 绝对能成为大杀器 好 等一会 给你们一些惊喜 露民泛起冷笑 然后又拿出一些符印 扔向那些烂泥 悬浮在那些烂泥之上 一番布置之后 露民找了一个地方藏起来 继续等待起来 矿洞外别阔脸色极为阴沉 之前还能听到矿洞中传出剧烈的轰鸣声 但是过了一会之后 所有的声音消失了 然后也没有人出来 静得出奇 就好像之前那些人都消失了 许多人露出金剧之色 在他们眼中 这个矿洞就是一只恐怖的巨兽 在吞噬着生命 进去的人都要被吞噬 那 那小子 应该也死在里面了吧 一个偏僵开口 声音有些颤抖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别阔阴冷开口 许多人脸色难看 都不敢去看别阔 生怕被别阔点名 还是我进去一趟吧 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开口 许多人眼睛一亮 这个老者乃是黑云军的一位副将 副将地位仅次于将军别阔 也是一位神军敬的强者 黑云军中 自然不止别阔一位神军敬的强者 你们跟我进去 副将目光看向一些人 这些人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还是不敢违抗命令 太虚圣朝 军令如山 违抗命令者 以叛逆罪论处 只有死路一条 不过 有神军敬的强者一起进去 他们胆气大了很多 这一次 以副将为首 又有一百多个黑御军进入了矿洞 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行 黑御军副将在身前布下了一重防御 临时如风暴一般席卷而出 一下子就发现了陆明 那小子在那里 黑御军副将目光如电 望向了陆明隐藏的地方 其他黑御军道吸一口凉气 脸色沉重 陆明居然还没死 那之前进入这里的黑御军 去哪里了 怎么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们感觉心里凉嗖嗖的 哼 不管他用什么手段 都是死路一条 你们跟紧我 黑御军副将冷声道 慢慢的踏步向前 向着陆明藏身知的走去 其他黑御军紧随其后 一个个都布下了重重防御 小心的戒备 饺子 自己滚出来投降吧 我可让你死得痛快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黑御军副将冷声道 老家伙 有本事来抓我啊 小爷就在这里 来啊 陆明挑衅 黑御军副将脸上闪过浓郁的杀鸡 但是依然不敢大意 眼光四方 耳听八方 慢慢的向着陆明靠近 神军静的强者灵爵十分敏锐 他总感觉有一股危机笼罩住他 饺子 等一下拿下你 我让你不得好死 黑御军副将冷喝 一挥手 在他身体周围 又出现了几件神器 将他团团围住 杀 然后 他冷喝 就要出手杀向陆明 爆 爆 这时 陆明低喝了一句 轰轰 那些悬浮在烂泥上面的浮印 爆炸开来 顿时 烂泥四箭 这些黑御军虽然早就在身体四周布下了重重防御 但是这些防御 根本是不堪一击 烂泥飞过 所有的防御被冻穿 然后 他们的身体也被冻穿 啊啊啊 惨叫声连成一片 很多人的身体在快速的腐朽 他们终于知道 之前那些人为什么消失了 就是因为这种烂泥 一个接一个黑御军化为了空楼 陨落于此 该死 那个黑御军副将怒吼 他身为神军径的强者 早先布下了重重防御 就没有那么惨了 虽然 他的一些防御也被冻穿了 但只有几滴烂泥见到他的身上 不过 也没能冻穿他的身体 神军静的存在 身体会经过一次蜕变 会有致的变化 非常恐怖 不是神王静的存在能比的 烂泥见到他身上 只是腐蚀出几个大坑 黑御军副将怒吼 非常干脆 拿出一把尖刀 将被腐蚀的血肉生生的切掉 但是 那种烂泥 如复古之锥 居然难以清除 被切掉的地方 依然还在腐蚀 黑御军副将 只能运转神力抵挡 小子 我要将你千刀万剐 让你痛不欲生 黑御军副将怒吼一声 向着陆明杀去 一道可怕的刀光 展向了陆明 神军静的强者 果然厉害 陆明眼神凝重 但是现在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他冲了出去 抡起紫童童关 就向着黑御军副将 砸了过去 当 黑御军副将的刀光 斩在了紫童童关上 爆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碰 陆明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轰击 在紫童童关上 然后沿着紫童童关 轰向他 陆明的双手骨骼 顿时被震断了 紫童童关撞在陆明的胸口上 发出卡擦卡擦骨骼断裂的声音 陆明的身体暴退 重重的砸在矿洞的墙壁上 大口吐血 遭到了重创 神军径的强者实在太强了 若不是对方用了大部分的神力 来抵挡烂泥那股腐蚀之力 但这一下 陆明就要被打爆 不过 陆明虽然惨 但是那黑御军副将更惨 斩刀斩在紫童童关上 粘在紫童童关上的烂泥 由于惯性原因 一股脑的向着他飞去 这一招 完完全全出乎了黑御军副将的预料 所以 他都没有怎么防备 顿时被烂泥剑了一身 啊 黑御军副将发出震天大吼 他整个身体 都在被腐蚀 面目全非 惨不忍睹 杀 陆明虽赫 顾不得伤势 又抡起紫童童关 向着黑御军副将轰去 黑御军副将本能地抬起手掌抵挡 手掌拍击在紫童童关上 等于直接拍击在烂泥之上 顿时 他的手掌崩裂开来 血肉全无 只剩下白骨 啊啊啊 黑御军副将嘶吼 转身就走 向着矿洞外逃去 此刻 其他黑御军的人 已经全部陨落 几个神亡巅峰的强者 本来向着矿洞外面冲 但还没有冲出矿洞 就被腐蚀成一具骷髅了 第3253章亲自出马 矿洞外 别阔等人在等待 但是没过多久 就听到矿洞中传出一声声淒厉的惨叫 似乎遇到了什么惊恐无比的事情 许多人击凌凌的打了个寒战 直接寒气从脚底板往上冒 一个个露出惊恐之色 那里面 到底有什么 许多人牙关在打颤 那个小子多半是死了吧 还有人开口 打起了退堂鼓 想要离开这里 别阔脸色阴沉 他可没有离开的打算 陆明 关乎到他能否掉入禁卫军 关乎到他的前程 绝对不能放弃 忽然 一道身影冲了出来 正是之前那位副将 是孙副将 有人惊呼 所有人看到孙副将这幅惨状 一个各道西凉气 浑身直打寒战 惨 太惨了 孙副将完全已经是面目全非 身体上出现一个个坑坑洼洼的孔洞 实在是太惨了 孙副将 可是一位神军静的存在啊 一位神军居然落得这个下场 这个矿洞中 也太恐怖了吧 出手 别扩大和一生 浑身神力狂涌 涌入到孙副将身体当中 帮助他抵挡那种腐蚀之力 边上还有其他几位副将级的人物 也出手了帮助孙副将一起抵挡 半想之后 联合好几位神军静的强者 终于挡住了那种腐蚀之力 将那种腐蚀之力 从孙副将的身体中逼了出来 孙副将的身体 离开开始蠕动起来 那些坑坑洼洼的伤势 立刻恢复起来 神军静的强者 生命力极为顽强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陨落 孙副将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小子 有没有死 别扩冷着脸问道 至于那些进入再也没有出来的黑玉君 他才懒得管 此那些人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没死 那小子没死 孙副将道 所有人脸色都大变 黑玉君死了那么强者 那小子 居然还没死 怎么可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在里面遇到了什么 别扩问 是这样的 当即 孙副将将里面的情况说了一遍 那小子是靠那种烂泥 才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那种烂泥 应该是绝顶强者死后的血肉所化 我们之前没有注意 才着了他的道 孙副将道 眼中森寒至极 陆明居然让他那么惨 他恨不得将陆明大谢八块 原来如此 那种烂泥 以君及神器 能够挡住吗 别扩问 基建君及神器会合 应该可以挡住 还有那小子手中的那座子童童关上面 也沾着烂泥 只要我们注意戒备 挡住一波烂泥攻击 那小子不足为惧 翻手可震杀 孙副将道 好 这一次 本将军亲自进去 你们和我一起进去 别扩道 弄清楚了陆明的把戏 他终于决定亲自出手 同时叫上了几个副将 还有其他一些神王七重以上的存在 这一次 一定要击杀陆明 顺便将这个矿洞探查清楚 有爵士强者死后化为肉泥 他们猜测 这个矿洞下面 了不得 搞不好有机缘 最后一行数十人 全部都是黑玉军中的顶级强者 一起联手进入了矿洞 接见神器 悬浮在他们四周 这些神器 可是军级神器 超过了极品神器 对应神军进强者 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行 来到了之前孙副将 他们遭遇袭击的地方 却没有看到陆明的身影 难道那小子 已经进入矿洞深处了 孙副将开口 他也跟了进来 他一定要亲手杀了陆明 才能解心头之恨 孙副将猜得不错 陆明的确已经进入矿洞深处了 孙副将逃走之后 陆明眉头紧锁 神军进的强者 果然厉害 就算有这些烂泥 也杀不了对方 也杀不了对方 而且我的手段已经暴露 若是对方进来几个神军进的存在 我必死无疑 陆明低语 思索着对策 最后 他决定进入矿洞深处 这个矿洞很非凡 很诡异 进入矿洞深处 说不定会有转机 他临走时 将所有黑玉军的储物戒指 都收了起来 然后 将子彤同关的一头 又沾上了一些烂泥 随后 将子彤同关收进了金鱼画卷之中 准备好后 陆明向着矿洞深处而去 陆明很小心 这个矿洞诡异 谁知道有什么危险 还有 他有古模这个老油条 在古模的指点下 他避过了几个危险的地方 慢慢地向着矿洞深处而去 越是往矿洞深处走 阴气就越浓郁 并且 阴气之中 还弥漫着其他一股气息 这是 魔器 陆明脸色微微移动 不错 的确是魔器 古模回应 他对魔器感应非常灵敏 咔嚓 咔嚓 忽然 陆明听到了前面传来铁甲碰撞的声音 然后 他看到了一支队伍 出现在前方 大约有几十人 全部身穿黑色的铁甲 铁甲之下 却无肉身 只有一团火焰 鬼火 这是鬼兵 陆明惊疑不定 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一对鬼兵 类似的鬼兵 陆明在鬼狱中也曾遇到过 不过这里的鬼兵 有些不一样 除了阴气 除了阴气森森之外 身上还有一股魔器弥漫 这种鬼兵生前 应该是魔道高手 这里 葬了不少高手啊 古魔道 不管了 先过去再说 陆明说完 手里出现了一根黑油油的古棒 这古棒 是从明园战族那里拿来的 乃是明园战族的强者炼制 对鬼物有很强的克制作用 果然 古棒拿出后 散发出悠悠的光辉 那些鬼兵 被这种光辉照到 连连后退 似乎非常惊惧 主动让出了一条路来 陆明有惊无险的穿了过去 接下来 陆明起码遇到了几百个鬼兵 不过陆明都以古棒开路 非常顺利 很快 陆明来到了矿洞深处 越是矿洞深处 地势越是开阔起来 陆明不知道前行了 多少的距离 反正感觉 已经来到了地下深处了 这里 有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宛如一个地下世界一般 第3254张恐怖山丘 地下空间很宽阔 也很安静 没有一点声音 矿洞 到头了 陆明心里微微一沉 矿洞走到了尽头 再也不能前行 那么 之前那些鬼兵 能够挡住别阔等人吗 答案是否定的 凭那些鬼兵 肯定挡不住别阔他们 那么陆明岂非无路可走了 陆明咬牙 不管怎么样 都都要拼一把 陆明打算找一个地方藏好 不知下陷阱 不管怎么样 他绝对不能束手就擒 身形一晃 陆明向着右侧而去 这片地下空间很大 堆满了怪石 陆上 陆明又看到了一滩烂泥 古魔告知 是绝顶强者的血肉所化 陆明自然在上面留下了两块符印 一路翻过了很多乱石 陆明忽然闻到了一阵浓郁的药香味 那是 陆明望向了前方 眼睛一亮 前方 有一座山丘 高高隆起 在山丘丁上 居然生长着一株植物 这是一株漆黑的植物 枝干和叶子都是漆黑 却生长两颗乳白色的果实 一元果 这是一元果 陆明有些控制不住低呼 眼神露出了火热的光辉 他曾经在一本典籍上看到过记载 一元果 一种绝世神果 服下的生灵 寿元能大增 最高能增加一个恒星年的寿元 一个恒星年 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 相当于一个恒星的寿命 长达一百亿年 要知道 一个神王的寿元 最长能到五个恒星年 而神君的寿元 也是有限的 能有十个恒星年算不错了 这等寿命 放在小千世界 和长生无益了 但是神极强者 修炼也需要漫长的时间 往往一个闭关 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年 时间过起来也非常快 任你修为再强 最终也会老死 而增加一个恒星年 若是传出去 绝对会让很多老头子 抢破头 大打出手 多出一个恒星年 说不定修为就能暴增 寿命就能更长 这是价值无量的宝物 而这里 居然出现了两个 难怪陆明眼神会火热了 陆明当即就要冲上去采摘 饺子 你要是想死就去摘 古魔的声音响起 让陆明生生止住了身形 这么意思 陆明问 我感觉 这座山丘很恐怖 有大杀鸡 古魔道 陆明留下了冷汗 古魔这座老古董 都觉得有大杀鸡 那肯定无比危险 说不定能因那些人一把 陆明目光一动 身形一闪 来到山丘侧方 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 没有过多久 别阔等人 也来到了这片地下空间 别阔等人的脸色极为阴沉 一路上 经历过好几个危险之地 还遇到了那些鬼兵 那些鬼兵一看到他们就展开沙发 他们好不容易冲过来 但也损失了一些人手 这里很大 我们分开寻找 时刻戒备 以防那小子偷袭 别阔吩咐 一行人分为了三批 分别向左侧 右侧 中间而去 分散开来寻找 一旦发现陆明 随时联系 然后展开格杀 其中一批人 向着陆明那个方向而去 这一批人 有两个神军镜的强者 其中一人 正是孙副将 他们一路向前 没有多久 就来到了那座山丘附近 那是 一元果 孙副将等人 也看到了一元果 眼中露出了炙热的火光 他们狂喜 没想到这里能见到一元果 太虚圣朝 不知道有多少受缘将近的老怪物在折服 期望突破修为 若是将这些一元果拿出去 那些老怪物会疯狂 两个一元果 我们两人一人一个如何 孙副将强压住心里的贪婪 看向另外一人 那是另外一个副将 姓王 叫做王副将 好 我们一人一个 王副将点头 而其他人 只能无奈叹息 两个一元果 肯定要被两个神军镜的强者分了 没有他们的份 你们听好了 一元果的事情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谁要是泄露出去 别怪我心狠 尊副将的目光扫是其他人 阴寒无比 副将我们 我可以发誓 绝对不会泄露 我也是 我也可以发誓 其他人也纷纷发誓 一元果太贵重了 一旦泄露出去 别阔等人 岂会不索要 到时难免要分出去 孙副将满意的点点头 和王副将对视一眼 然后两人身形一动 向着山丘冲去 但是 当两人一冲进山丘的时候 两人脸色同时大变 惊呼一声 身形暴退 退出了山丘之外 尊副将 你们怎么了 其他人惊诧万分 刚才没有任何异常啊 两位副将为何一副惊恐无比的表情 身形暴退 尊副将和王副将两人对视一眼 眼中惊疑不定 神军进的强者灵爵很敏锐 他们刚才一冲入山丘的范围 心里莫名出现一种莫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 让他们心颤 好像下一刻 他们就要陨落一般 所以 他们才纷纷跃了回来 没什么 孙副将摇了摇头 目光一闪 道 你们 上去将因缘果摘下来 孙副将看向了其他一些黑玉军 我们去 那些黑玉军脸色一下子雪白起来 他们不是傻子 刚才孙副将和王副将那种惊恐的表情 不是装出来的那山丘肯定有危险 这是要他们去试探呢 不错 你们去摘下来摘下一元果 重重有赏 若是不去 你们是违反军令 该知道后果 王副将身形微微移动了一下 堵在那些黑玉军身后 脸色森冷 威胁之意 共言而喻 那些黑玉军脸色雪白 不去的话 恐怕会被两位副将当场格杀 好 我们去 那些黑玉军咬牙 最终点头 几十个黑玉军一起 身上泥漫出各种光辉 拿出了各种神器 现附在身体周围 然后结伴一起 小心翼翼地向着山丘而去 当他们踏入山丘的范围内 没有丝毫的危险发生 一切都很平静 尊副将和王副将对视一眼 惊疑不定 难道他们刚才感觉错误 那些黑玉军也长松一口气 加快脚步 继续向前 第3255张恐怖山丘 黑玉军继续向前 向着山丘之钉而去 很快就跨越了一半的路程 你 你怎么了 忽然 有人惊呼 一个黑玉军惊恐地看着 另外一个黑玉军 只见 那个黑玉军脸色发灰 并且身体在快速地干瘪下去 就像一身精气在 顷刻肩被人吸走一般 我 我 那个黑玉军瞪大眼睛 非常惊恐 只说出几个字 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干瘪下去 最后 只剩下一张人皮 飘落在地上 嘶嘶嘶 所有黑玉军都倒吸一口凉气 直觉得一股寒气 从脚底板直透几两股 啊 救命 救命 接着 另外一个黑玉军也惊恐地叫了起来 因为他的身体也在快速地干瘪下去 最后 也化为了一张人皮 恐怖 极度的恐怖 就好像空中有一只无形的恶魔 在吞噬他们的血肉 隐藏在暗中的路鸣 也大吃一惊 背后冷汗直冒 若是刚才他贸然走入山丘 恐怕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走啊 剩下的黑玉军惊恐的大吼 转身就走 想要逃出去 但是 在个逃的过程中 又有几人身体快速干瘪 化为人皮 更加惊人的是 其他黑玉军 在逃的过程中 身体中飞出一缕缕血气 没入到脚下的山丘之中 这些血气都是这些黑玉军的精气神所化 黑玉军一边逃 身体一边干瘪 扑通 扑通 最终 所有的黑云军逃到山丘边缘 便无力再逃了 纷纷倒地 一些羞为弱的 已经被吸干了血肉 救命 救命 还有几个羞为比较强的 还没有死 瞪大眼睛盯着孙副将和王副将 向他们求救 但是孙副将和王副将无动于衷 冷着脸在一边看着 最终 刚才踏入山丘的黑玉军 全军覆没 化为了几十张人皮 这是什么山丘 简直是魔地啊 陆明心里发冷 这山丘在他心里 简直比恶魔还恐怖 这怎么看起来像是一座大坟啊 随即 陆明转过一道念头 他越看那座山丘 越像是一座大坟 没错 这就是一座大坟 里面应该葬着一尊大魔 古魔的声音响起 陆明头皮发麻 还真的被他猜中了 这座山丘 就是一座大坟 葬着一尊大魔 这大魔死后 居然还能吞噬人的血肉 怎么办 孙副将看向王副将 他们的感觉没有错 这座山丘 还真是恐怖 但是 让他们就此退走 他们不甘心 那可是一元果啊 价值无量 这是绝世大机缘 我们联手 以君及神器抵挡 以最快的速度跃上山丘 摘下一元果 然后退走 应该没事 王副将道 好 就这么办 孙副将点头 然后 两人分别祭出了一件神器 乃是神君竟强者专用神器 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君及神器悬浮在两人身体两侧 散发出一缕光辉 将他们笼罩 走 接着 两人身形移动 向着山丘之顶暴冲而去 以两人的速度 冲上山丘之顶 只需要瞬息的时间 但是 当他们冲入山丘的范围内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碍 速度暴减 和步行差不多 然后 两人身体两侧的君及神器震动个不停 一缕缕血气 从两人身体中飞了出来 没入到山丘之中 不好 退 快退 这里诡异的力量变强了 两人惊恐的大吼 不敢继续向前 而是想着后面暴退 他们毕竟是神军进的强者 实力实在强大 最终被他们退出了山丘的范围 但是两人的脸色苍白 气息虚弱了一截 似乎元气大伤 可恶 这山丘里有什么 似乎力量变强了 尊父将怒吼 刚才那么一会 他就损失了大量的精气 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这时 其他几个方向 有一道道身影冲了过来 是别阔等人 刚才那些黑云君在山丘上发出惨叫 显然惊动了别阔等人 将别阔等人都吸引了过来 那是一元果别阔等人一来 就看到了一元果 一个个眼神炙热 愤不得将一元果占为己有 有些人甚至就要冲上山丘 但是当他们看到山丘上那一张张人皮 还有散落的盔甲 硬生生的止住了脚步 怎么回事 其他人人呢 别阔问 其他人都死了 被这座山丘吃了 尊父将道 脸色难看的要死 这一次真是亏大的 别阔等人前来 一元果他们肯定无法独享了 而且还损失了大量精气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当即 他们将这座山丘的恐怖 说了一下 别阔等人听完后 都震惊不已 这座山丘 看起来像是一座大坟 难道里面葬着一尊大魔 死后阴魂不散 要吞噬血肉精气 别阔眼神凝重 心里私存 将军 怎么办 一元果稀释罕见 既然碰到 错过就可惜了 另外一位副将道 自然不能错过 我手中正好有一座跨域桥 可从这里直接跨越到山顶 隔绝外面 那股力量也奈何不了我 别阔自信一笑 跨域桥 其他人眼睛都是一亮 然后 别阔手中 出现了一座彩色的石桥 随着他神力的涌入 石桥急剧变大起来 石桥一头 向着山丘之顶延伸过去 很快 一条巨大的彩色石桥形成 从这边 跨越到山顶 只要跨过石桥 伸手就能摘到一元果 你们 上去试试 别阔看向两个黑玉君 即便有跨域桥 别阔依然不放心 他岂会轻易涉险 自然要叫其他人上去试探 那两个黑玉君脸色惨白 但不敢违背别阔的命令 只能硬着头皮 小心地踏上跨越桥 浑身审力弥漫 不下了重重防御 他们一步步 踏上跨越桥 最终来到跨越桥的上方 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事 哈哈哈哈 没事 两个黑玉君狂喜 别阔也是大喜 踏步而出 向着跨越桥走去 很快来到跨越桥中间 但就在这时 整座山丘在发光 黑光弥漫 然后一个个身穿黑色铁甲的鬼兵出现 踏上了跨越桥 向着别阔杀去 第3256章圣魔皇朝 一对鬼兵 身穿黑色铁甲 手握黑色长枪 踏上跨越桥 杀向别阔 实力非常强大 别阔惊怒 怒喝一声 整个矿洞都在剧烈的震动 恐怖的神力化为各种攻击 空向那些鬼兵 那些鬼兵直接被打散开来 但是这些鬼兵被打散开来 化为黑色的光芒 然后凝聚出更多的鬼兵 冲向了别阔 数量是之前的好几倍 关键是 这些鬼兵不死 似乎是那种黑光所化 只要一倍打散 又会凝聚出更多 而且数量也更多 鬼兵阻入 而且神力都非常强 别阔虽然厉害 但是一时间也冲不过去 你们快过来帮我 别阔对着其他黑玉军大吼 他要让其他黑玉军帮他挡住这些鬼兵 他好冲过去拿到一元果 最终 在一些副将的带领下 还有几十个黑玉军强者一起踏上了跨玉桥 来到别阔身边 一起轰杀鬼兵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 若是我现在掀翻了这座跨玉桥 会发生什么 陆明眼中不断地闪烁杀鸡 别阔这些人进来的目的 就是要杀他 有机会反击 陆明岂会错过 讲到就干 陆明收敛气息 从隐藏之地慢慢溜出 他双手各抓着一把符印 等靠近山丘的时候 陆明双手连辉 将两把符印扔了出去 扔向了跨玉桥 扔出符印后 陆明转身就跑 头也不回 轰猛龙 符印全部爆炸 一共有几十张符印 全部都是九幽雷电符 一下子爆炸开来 化为滚滚雷霆之力 轰击在跨玉桥一侧 这么多雷霆 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 冲击在跨玉桥上 跨玉桥难以稳住 直接被掀翻了 哗啦 跨玉桥被掀翻 桥上的那些人失去了庇护 直接暴露在山丘之下 山丘中立刻弥漫出一股恐怖的力量 啊 有些人惨叫 身体再快速的干瘪下去 最后变成了一张人皮 那些神军静以下的黑玉军 根本抵挡不住这股诡异力量的攻击 身体再快速干瘪 而且 山丘吸收了黑玉军的血肉后 那股力量似乎变得更强了 就连神军静的强者都惨叫 惊恐无比 因为能清晰的看到 他们身体中 有一道道血气飞了出去 被山丘吸收 退退 走 别阔等人怒吼 向着山丘外冲去 他们一边向着山丘外冲出 身体一边不断有血气飞出 场面颇为壮观 最终 别阔 还有那些神军静的副将 都成功的冲了出来 但是 神军静之下的黑玉军 却死的一个不剩 陆明 小杂碎 该死的小杂碎 别阔怒吼 木火冲天 差点要疯狂 刚才他匆匆一瞥 看到了一道身影 正是陆明 赤陆明扔出了符印 掀翻了跨玉桥 让他损失了大量的精气 杀 杀 一定要找到那个小畜生 一定要将他千刀万寡 别阔疯狂大吼 眼睛都红了 正要去找陆明 但这时 他脸色一动 手中拿出了一块传音玉符 因为这时 有人给他传音 不仅是他 其他副将 也同时收到了传音 拿出了传音玉符 一看之下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狂变 该死 前朝余孽 居然这个时候来攻打黑玉金矿场 别阔怒吼 狂躁不已 他和那些副将收到的消息一样 前朝余孽 大举进攻黑玉金矿场 小畜生 暂且留你一命 别阔怒吼一声 他终究不敢停留 前朝余孽 非同小可 在太虚圣朝前面 有一个皇朝 叫做圣魔皇朝 太虚圣朝的先祖 就是推翻了圣魔皇朝 才建立了太虚圣朝 但是太虚圣朝统侠的疆域太广阔了 包含了大量的新域 至于各种新河 更是数不胜数 如此浩瀚的疆域 拥有无数生命星球 资源星球 还有无数的小千世界 金空无银 太虚圣朝再强 也管辖不到每一寸地方 所以 还有很多圣魔皇朝的余孽 隐居在暗中 和太虚圣朝作对 时不时的会袭击一些生命星球 或者袭击一些资源星球 夺取资源 太虚圣朝对圣魔皇朝余孽 是非常痛恨的 见吃则杀 而若是矿场被前朝余孽占领 那也是大罪 身为将军的他 吃不了兜着走 现在 他只能暂且放过陆明 等击退了前朝余孽后 再来杀陆明不迟 反正只要派人堵住矿洞口 就不怕陆明跑了 走 别扩大吼一声 带着残余人马 冲向了矿洞之外 陆明扔出两把符印 拔腿就跑 跑出很远找了一个隐秘之地躲起来 但是过了好一会 也没看到有人追来 陆明惊疑不定 又等了一会 依然没有人追来 难道别扩那些人 都死在那座山丘上了 陆明寻思 然后收敛气息 偷偷地溜了出去 向着那座山丘而去 不久 陆明回到了那座山丘附近 并没有看到一个人 人呢 应该没死吧 陆明嘀咕 他通过山丘上散落的盔甲推测 别阔还有那些副将应该没死 因为副将和别阔的盔甲 和其他黑玉军事不一样的 山丘上 并没有看到副将级的盔甲 难道吓破胆 跑了 陆明继续嘀咕 饺子 他们确实是跑了 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 这道声音 是陌生的声音 并非古魔 或者亮自觉的声音 他从未听过 谁 陆明大惊 一蹦三丈高 临时横扫而出 目光四处扫视 但是 一个人都没有 鬼影子都没看到 谁 出来 别在这里装神弄鬼 陆明冷喝 身上浮现出璀璨的光辉 随时做好大战的准备 我要是能出来 早就出来了 和你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看这里 对就是这里 那道声音又响起 最终 陆明的目光 望向了那座山丘 因为 声音就是从山丘中发出来了 窝巢 失变了 陆明又一蹦三丈高 后退了几百米 按照古魔所言 这山丘葬着一个大魔 可现在 这大魔居然开口说话了 第三千两百五十七张 趁乱突围 放屁 你才失变了 老子根本就没死 山丘中传出怒吼 陆明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慢慢的冷静下来 看来我失算了 这山丘中的大魔应该没死 他不是丧在这里的 而是被封印在这里 古魔道 饺子 帮我一个忙 这时 山丘中的声音又响起 帮你忙 怎么帮你 陆明问 帮我一个忙 放我出来 我刚才虽然吸收了不少血气 勉强恢复了一点实力 但是也破不开这里的封印 你帮我破开封印 放我出来 我绝对少不了你的好处 那道声音道 放你出来 陆明目光闪烁 同时心里安静 刚才果然是这尊大魔干的 吸收了黑玉君的血肉 不错 刚才你已经帮了我一次 掀翻了他们的跨玉桥 又让我吸收到不少血肉 元气又恢复了一点 你干脆好人做到底 再帮我一次 我山丘四方 有四座祭坛 你只要击碎了这些祭坛 封印之力将会减弱 我就能破开封印出来了 那声音道 放你出来 我有什么好处 陆明问 只要你放我出来 我定会给你天大的造化 山丘之巅两个一元果 就是你的 当然 还有其他造化 包你享用终生 山丘中的声音又响起 充满了诱惑力 这个我看还是算了 你说的造化 我可承受不起 陆明说了一句 转身就走 向着矿洞外而去 开玩笑 这山丘中绝对是真正的大魔 不知道什么年代 为什么人封印在这里的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绝对极其恐怖 从这个矿洞就可以看出来 矿洞中 死了不少爵士高手 血肉化为烂泥 都那么恐怖 还有 那座山丘 能吞人血肉 神军强者上去都危险 万一将这尊大魔放出来 一口将陆明吞了 那就冤枉了 陆明傻才会将它放出来 饺子 不要走 你不要走 该死 你给我回来 我会给你天大的造化 该死的蝼蚁 不要让我出来 不然我要一口吞了你 那到声音大吼 到最后 直接开骂 然后是威胁 陆明不为所动 加快脚步 向着矿洞外冲去 经车熟路 不久之后 陆明回到了矿洞口 杀 杀 一来到矿洞口 就听到外面传出剧烈的喊杀声 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厮杀 非常激烈 整片大地都在震动 陆明一惊 外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剧烈的喊杀声 难道别阔等人 就是因为此事才离开的 陆明小心地向着矿洞口而去 发现矿洞口 居然没有一个人把守 看来大战真的非常激烈 不然的话 别阔应该会派人震守矿洞口的 陆明冲出了矿洞 一看之下 心里一惊 整片矿场 都爆发了激烈的大战 苍穹之上 魔气滚滚 喊杀声响彻苍穹 陆明看到 大量身穿战甲的黑玉军 组成战阵 和一些魔气滚滚的强者在激战 矿场上 天空中 都在大战 陆明还看到别阔率领一些副将 和一些强者杀的难解难分 简然 对方也有神军进的人物 这些是什么人 太虚圣朝境内 还有什么势力敢袭击太虚圣朝的矿场 难道是星际海盗 陆明私存 浩瀚星空中 步伐道扣 这些道扣 被称为星际海盗 都是亡命之徒 而且都是高手 等等 在太虚圣朝境内 还有一股力量敢和太虚圣朝作对 那就是前朝余孽 圣魔皇朝的人 陆明目光一动 前朝余孽 圣魔皇朝的人 不是什么秘密 他在太虚皇家圣院那么多年 早就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圣魔皇朝 主修魔道功法 陆明觉得 这些人真的很像 此刻 整片矿场都大乱了 这些人一攻击 矿场中的那些矿奴 原先的那些蛮族奴隶 都暴动了 也杀向黑玉军的人 想要乘机逃走 先离开这里 陆明身形移动 向着一个方向冲去 但是 陆明还没冲出太远 就遭到了攻击 恐怖的破空声响起 强大的风压 向着陆明压了过来 是一个蛮族 身材魁梧 肌肉鼓起 一拳轰向陆明 充斥着爆发性的力量 这是一个神王晋二重的蛮族 滚 陆明冷喝 长枪出现 一枪扫了出去 长枪扫在对方的拳头上 碰 那个蛮族飞了出去 撞断了一座小山峰 不过还没死 躺在那里大口吐血 身体这么强 陆明也是颇为惊叹 一直听说 蛮族的身体极为强大 配合一些蛮族秘书 实力非常惊人 同级一战中 太虚圣朝的军事 往往要被蛮族压制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刚才 陆明虽然只是随意一击 没用出几分力量 但击杀神王二重的存在 很轻松 但这个蛮族只是重伤 并没有死 杀 这时 又有几个蛮族冲了过来 如荒兽一般 充斥着争鸣的煞气 杀向陆明 这些蛮族 有神王三重 也有神王四重的 陆明触发了战自觉 四倍战力 体内十种神力爆发 丘修修 长枪一阵 挤到枪王迸发而出 将几个蛮族洞穿 直接轰杀 击杀了几个蛮族后 陆明加快速度 不断冲击 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 这片矿场 到处都是大战 想要离开 谈何容易 唯跑多远 陆明又被一些蛮族盯上了 蛮族与太虚圣朝大战 无尽岁月 双方是死仇 而且这些蛮族被抓到这里做矿奴 受尽了屈辱 更是恨透了太虚圣朝的人 而陆明为太虚圣朝的天骄 之前也一直巡逻矿场 很多蛮族 早就记住了陆明的长相 此时有机会 自然想要击杀陆明 对于太虚圣朝的天骄 他们更是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陆明一路雪战 最后化为青甲骨神体 还用出了本源秘术 才杀出一条雪路 逃出了矿场的范围 但是 逃出矿场范围后 他又被那些魔器冲天的人盯上了 第3258章不死魔王 陆明一路雪杀 听到很多黑玉军大后 终于确定 这些魔器冲天的家伙 就是前朝余孽 圣魔皇朝的人 几个圣魔皇朝的强者 盯上了陆明 这个小子实力强的离谱 多半是太虚圣朝的天骄 杀了他 哈哈 几个黑袍大汉 冲向了陆明 气息浑厚 一个神王七宠 两个神王六众 陆明想也不想 就是一把福印扔了出去 一阵霹里啪啦的轰鸣 几个黑袍大汉被炸的晕头转向 浑身焦黑 陆明一冲而过 长枪刺出 将三个黑袍大汉击杀 这九幽雷霆福印还真好用 以后要多炼制一些备用 陆明寻思 不过 他上次炼制的福印 经过这段时间的挥霍 所剩不多了 一定要快点逃出去 陆明身形闪动 不敢在天空飞行 只能在地面上穿梭 免得被盯上 就在这时 几道黑影 无声无息的出现在陆明刚才进入的那个矿洞口 传说 不死魔王就是被封印在这个星球上 入口应该就是这里 其中一个人开口 大人 就这么放不死魔王出来 会不会出大事啊 传说中 不死魔王可是圣魔皇朝的叛逆啊 当年差点推翻了圣魔皇朝 自立为皇啊 另外一个人道 声音有些颤抖 根据传说 不死魔王 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存在 实力强大无比 并且心狠手辣 杀戮天下 在圣魔皇朝鼎盛时期 不死魔王叛乱 大杀四方 最后圣魔皇朝出动了无数强者 与不死魔王决战 最后死伤惨重的情况下 才将不死魔王封印 不是魔王的王 可不是神王的王 那是一种称号 当年 圣魔皇朝就是因为不死魔王的叛乱 实力才急剧衰弱 一蹶不振 后面才会被太虚圣朝抓住机会灭掉的 不然 现如今恐怕还是圣魔皇朝的天下 而他们 可是正统的圣魔皇朝后裔 居然要就叛逆不死魔王 不管怎么样 不死魔王都是圣魔皇朝的人 身上留着正统的圣魔皇朝皇室血脉 现在这个情况 以我们的实力 根本无法和太虚圣朝抗衡 迟早要被他们剿灭 还不如干脆放出不死魔王 让不死魔王带领我们 推翻太虚圣朝 前面那个人道 没错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按计划行事 放出不死魔王 另外一人道 然后几人身形一闪 进入了矿洞之中 经过一番跋涉 终于来到了不死魔王被封印的那个山丘 你们是圣魔皇朝的人 你们来干什么 山丘中 立刻传出一道声音 不死魔王果然还没死 几个圣魔皇朝的人露出惊喜之色 废话 本座是不死的 区区一个封印 想要灭掉本座 怎么可能 你们现在救我出去 本座给你们天大的造化 山丘中又有声音传出 不用说 山丘中被封印的大魔 就是不死魔王 魔王放心 我们来 就是救你出去的 其中一人道 然后他们行动起来 攻击山丘四周的祭坛 山丘四周 有四座古老的祭坛 这是封印的关键所在 轰轰 四座祭坛 在外力的攻击下 很快就崩碎了 轰 四座祭坛一崩碎 山丘之中 立刻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这股气息 浩瀚如海 恐怖无边 如无边大宇宙一般深不可测 几个圣魔皇朝的强者 身体颤抖 差点跪了下去 不死魔王要出事了 其中一人低语 想到了种种传说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轰 轰 山丘之中 不断地爆发出惊天轰鸣 一股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不断地爆发而出 弥漫而出 刹那间 整座矿场都能感应到 并且这股气息 还在快速扩张 很快 整个星球都被这股气息覆盖 那是 正在飞逃的陆明震惊 回头方向矿场方向 吃那个矿洞 这股气息事 那个大魔 那个大魔要出事了 陆明瞳孔一阵收缩 此刻 别阔等人也震惊不已 挡住他们 挡住他们 援救很快就到了 别阔大吼 率领黑玉军权力大战 而陆明 更是加快速度 想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 他的前路却被挡住了 又有几个魔气冲天的强者 挡在他身前 这小子是个高手 不要让他走了 几个魔气冲天的强者 走了过来 目光森冷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其中最强的一人 居然达到了神王九重 这绝对不是陆明能对付的 就算靠正气服印什么的 也难以抗衡 所以 陆明直接拿出了子童童关 不想死的 滚 冷喝 饺子 你一个神王二重的蝼蚁 也敢这么嚣张 找死 一个黑袍人冷喝 大手一张 向着陆明抓来 此人 有神王八重的修为 给过你们机会了 陆明低语 眼中闪过一缕杀机 然后挥舞子童童关 子童童关一阵 上面的那种烂泥 如雨点一般飞了出去 扑扑扑 几个黑袍人根本抵挡不住 身体被烂泥洞穿成了马蜂窝 啊 机人惊恐的惨叫 身体快速腐朽了下去 就算那个神王九重的存在 也是如此 恐惧无比的看着陆明 不久之后 这里多出了几句窟窿 这烂泥 要节约这用啊 陆明看着子童童关上面烂泥少了一部分 心痛得要死 然后将子童童关收了起来 继续前行 等陆明远离了黑玉军矿场 然后冲天而去 冲出太空之中 随意选了一个方向急速飞行 而此刻 黑玉军矿场中 那股恐怖的气息 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压抑 最后 一道魔器 从地下冲天而起 直破入星空之中 接着 一地面炸裂 一道身影冲天而起 这是一个极为魁梧的中年大汉 一头乱发披伞 浑身魔器冲天 狂暴的气息 让整个星球都颤抖起来 哈哈哈哈 多少年了 我终于脱困了 哈哈哈哈 不死魔王狂笑 第3259张倒霉催啊 不死魔王狂笑 气息冲天 让整个星球都在颤抖 不死魔王出世了 我圣魔王朝要崛起了 哈哈哈哈 那些前朝余孽狂喜 这是什么人 矿场深处 居然有这么一个恐怖的存在 黑玉军的人则是大惊失色 难道是那座山丘下封印的大魔 别阔目光一动 想到了什么 没想到 真没想到 如今已经变天 圣魔王朝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狗屁太虚圣朝 不过如今我不死魔王出世 圣魔皇朝将中临世间 不死魔王低语 随后仰天长笑 无尽魔气喷涌而出 最后化为一只巨大的恶魔虚影 这只恶魔虚影 巨大无比 顶天立地 体型足足有半个星球那么大 吼 过魔咆哮 嘴巴张开 迸发出一股恐怖无比的吞噬之力 这股吞噬之力 笼罩八方 在他附近 很多蛮族惊恐的大吼 居然被这股吞噬之力吞噬进口中 一下子 起码有几千蛮族被恶魔虚影吞入口中 消失不见 然后 不死魔王的气息 又强了几分 舒服 舒服 再来 不死魔王大笑 张口又是一吞 又有大量的蛮族 还有一些黑玉军 也向着恶魔的大口飞去 不 救命 一声声凄厉的呼喊声响起 然后 又是几千蛮族和黑玉军被不死魔王吞掉 他的气息 又强盛了一点 找死 灭了他 别阔 还有一些副将 全部出手了 轰出一道道恐怖的攻击 虚空都在颤抖 压向不死魔王 全部都是神军径的强者 一起出手 威力和等恐怖 一下子能击碎一颗星球 但是 不死魔王一掌轰出 一只巨大的魔掌形成 铺天盖地 碾压而出 别阔等人的攻击 瞬间被击溃 他们的身体狂震 飞出太空之中 鲜血狂喷 怎么可能 别阔等人大惊 几个小毛孩 也敢和我动手 吞了你们 不死魔王争鸣大笑 踏步而出 恶魔虚影长笑 不断有蛮族和黑玉军 被吞掉 但是 圣魔皇朝的人 一点事都没有 圣魔皇朝的人 又惊又喜 惊的是 不死魔王和传说中的 一样残暴 一出来就吞石生灵 这么一会 就吞了数万生灵了 起的是 不死魔王越强 他们圣魔皇朝 崛起的希望就越大 该死 别阔等人怒吼 这一次损失真的太大了 但是他们又不敢靠近 不死魔王太过恐怖 援军来了 忽然 一位副将看向远方 露出喜色 在极远的星空之中 有两艘巨大的战舰 正向着这边飞驰而来 这种战舰 是专门炼制的战争机器 能破开虚空 速度远在光速之上 在黑玉金矿场附近 也铸扎着一支太虚圣朝的军队 这支军队的实力 远非黑玉军可比的 在圣魔皇朝余孽 进攻黑玉金矿场的时候 别阔就发出了求援信号 现在支援的军队 终于要赶到了 圣魔皇朝的余孽 脸色也是一变 以他们的实力 碰到太虚圣朝正规的军队 根本不是对手 本座现在实力远远没有恢复 就此退走 改日必定去太虚圣都走一趟 不死魔王争鸣一笑 然后一挥手 一尊巨大的魔塔飞了出来 急剧变大 你们都进入魔塔之中 我带你们离开 不死魔王到 圣魔皇朝的余孽 纷纷进入魔塔之中 然后魔塔化为一道魔光 一闪之下 就从这里消失了 速度无比的惊人 等太虚圣朝的援军赶到的时候 不死魔王 圣魔皇朝的人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别阔等人 只能将这件事上报上去 陆明一直飞行 想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他的速度非常惊人 施展出九天昆棚树 如一只九天昆棚在翱翔太空 一颗颗星球从陆明身边掠过 终于离开了 感觉远离了黑玉金矿常所在的星球 陆明常呼一口气 这一次的任务 还真的危险 若非蓝商早就给了他一批正旗服印 还有古魔教他炼制的一批服印 这一次多半凶多吉少 九幽天王府 还有什么势力 到底是谁指使别阔 哼 这件事我记下了 总有一天要让你们十倍奉还 陆明眼中闪过一缕寒光 然后准备离开这里 返回太虚圣兜 但这时 他脸色一变 因为前方一道魔光一闪 然后 一座巨大的魔塔飞了过来 速度快到惊人的地步 陆明还没有反应过来 巨大的魔塔已经出现在他身前 一道魔光笼罩住陆明 陆明身体顿时一动也不能动 下一刻 一道的身影 从魔塔中走出 眼中闪烁着胸光 盯着陆明 此人 正是不死魔王 饺子 我们还真是有缘 又见面了 不死魔王争鸣一笑 露出雪白的牙齿 陆明倒吸一口凉气 他听出这道声音是谁了 不就是矿洞下 那座山丘里面的那尊大魔吗 前辈 恭喜恭喜啊 恭喜前辈脱困 从此纵横宇宙 陆明立刻拍马屁 是吗 若不是我运气好 现在恐怕还被封印在那里呢 不死魔王冷笑 这话明显是说陆明之前没有救他 若不是他运气好 还被镇压呢 陆明冷汗直流 心里大喊倒霉 他之前哪里知道对方能脱困啊 要是知道 他之前干脆就自己救对方了 前辈误会了 我早就知道前辈红服齐天 肯定能脱困的 根本无需我插手 这不 前辈立马就脱困了 陆明满脸的笑容的道 实在没办法 对方太恐怖了 恐怖的压力压在他身上 他连动弹一下都办不到 对方恐怕随便一弹指 就能击杀他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你以为这么说 我就会放过你 不死魔王冷笑 双眼魔器弥漫 如两轮魔器漩涡 充满了深不可测的感觉 但是下一刻 不死魔王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嘀咕道 这小子 有意思 秘密还挺多 杀了可惜 带回去研究研究 随后一挥手 一股魔器卷住陆明 带着陆明一起飞进了魔塔之中 第3260张圣魔皇朝总部 在不死魔王面前 陆明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直接被对方带进了魔塔之中 然后魔塔破空而去 消失在这里 魔塔分为了18层 陆明呆的地方 一个人也没有 不死魔王将他带来这座魔塔中 人就消失了 我也太倒霉了吧 陆明无语问苍天 本来都已经离开黑玉军矿场 那个是非之地了 可现在 居然又落在不死魔王的手里 古魔 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出去 陆明问 没办法 你听天由命吧 古魔的回答 差点让陆明吐血 这尊大魔 到底是什么来头 还有 是谁救他出来的 难道是圣魔皇朝的人 陆明心里猜测 他之前早就离开了 故而不知道不死魔王的身份 猜了半天 也得不出一个结论 陆明只能盘息而坐 静静等待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一股力量 作用在陆明身上 一闪之下 陆明发现他已经离开了魔塔 陆明连忙宿下打量 发现他在一座巨大的广场上 然后 他一眼就看到了不死魔王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人 一个割魔器滚滚 还真的是圣魔皇朝的人 陆明心中一动 我被封印多年 元气大伤 要立马闭关修炼 归附实力 这段时间你们按兵不动 也不要来惊扰我 不死魔王道 是 圣魔皇朝的人连连点头 还有他 接着 不死魔王手指一点陆明 道 我闭关的这段日子 你们帮我看着他 不要让他离开了 说完 不死魔王身形一动 居然直接消失了 找地方必关去了 然后 圣魔皇朝的人 看向陆明 露出差异之色 陆明是什么人 他们有些摸不住头脑 陆明看起来像是太虚圣朝的人 但是不死魔王叫他们看着他 只是说不要让陆明离开 没说是敌是友啊 陆明和不死魔王是什么关系 他们也不知道 小兄弟 你和不死魔王大人 是什么关系 终于 圣魔皇朝一位大人物问 原来那尊大魔 叫做不死魔王 这些人很畏惧他 难道不不死魔王 是圣魔皇朝的一位大人物 陆明心里猜测起来 也猜到各八九不离时 诸位前辈不好意思 魔王大人吩咐我 让我不要说出和他的关系 陆明微笑道 开始撒谎 故作神秘 果然 听到陆明这话 圣魔皇朝的人惊疑不定 摸不准陆明和不死魔王的关系 万一陆明和不死魔王关系非常好了 魔王大人只是说不要让他离开 那我们照做 不让离他离开就好 其他事情懒得管 等魔王出关 自有定断 不错 圣魔皇朝的人暗中商议了一下 纷纷决定 只要陆明不离开这里就行 其他不管 当即 他们派人给陆明安排了住处 还是一座雄伟的宫殿 非常清静 适合修炼 然后 陆明就在此住下了 原来这里是圣魔皇朝余孽的总部 不死魔王 果然是圣魔皇朝的一位大人物 转眼 陆明在这里已经待了七天 在这里除了不能离开 没有任何人限制他的自由 他可以自由地行动 这七天 他经过旁敲侧击 终于知道了很多事情 这里应该不是某个星球上 而是隐秘的世界 非常广阔 汇聚了大量的圣魔皇朝余孽 经过无数年的发展 这里的人口 高手 多得惊人 还是先修炼 走一步看一步吧 陆明叹息 不能离开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反正也没人限制他的自由 之后的日子 陆明就在这里修炼起来 日子倒也不得平静 转眼 陆明就在这里待了几十年 这一日 陆明在一座魔城中瞎转忧 这个世界非常大 在浩瀚的土地上 有着一座座魔城 完全是一个国度一般 眼前的这座魔城 乃是圣魔皇朝现在的黄兜 听说了没有 丰路小王爷突破神王三重 明日要在摩天园邀请各方添交啊 我也听说了 丰路小王爷如此年轻 胸围就突破神王三重 前途不可限量啊 不错 可惜我不是天交 不然也想去凑个热闹 陆明刚转忧没多久 就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丰路小王爷 天交汇聚 有意思 陆明露出好奇之色 他真想看看 圣魔皇朝余孽中的天交 到底如何 陆明随意找了一家酒楼 点了一些酒菜 边吃边喝边等 这一吃喝 就是一整天 一日陆明打听了一下摩天园的所在 然后向着摩天园而去 摩天园门口热闹非凡 听满了各种售车 有黑暗麒麟拉的售车 也有魔气滚滚的神鸟拉的售车 一个个年轻男女踏步而出 气度不凡 走进了摩天园 一看都是各方天交 陆明也大踏步走进摩天园 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 因为圣魔皇朝主修魔道 修炼的都是魔道的神功妙法 浑身魔气滚滚 而陆明身上一点魔气都没有 让人很是诧异 很快来到了一个院子中 院子中整齐的摆放着一排排桌椅 上面摆放着很多吃的 陆明随便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四下打量 这些圣魔皇朝的天交 水平也不怎么样吗 陆明嘀咕 因为他发现这些圣魔皇朝的天交 修为大多是神王一众二重的存在 神王三重的都不多见 甚至还有不少神王之下的 这小子是谁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我也没见过 而且此人身上一点魔气都没有 哪里冒出来的 许多人好奇的看向陆明 我见过他 此人整天游手好闲 到处闲逛 接着有人开口 引来一片议论 此人不休魔道 该不会是一个废物吧 谁知道呢 小王爷道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众人望去 看到一个身穿华服的青年 气质非凡 踏空而来 见过小王爷 众人起身行礼 诸位 不用多礼 请坐 封路小王爷一挥手 众人落座 请坐 请坐